在群組當中呢 突然有聽眾丟了一個十年前我們青春迪姨在幹嘛 我每次看到這個我就會很想知道我十年前到底在幹嘛 那你剛剛有 被自己剝勒嗎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吧 十年前的時候呢 好像已經過完年了 雖然沒有壽星 但是有人在APP上面 他叫陳毅潔 他說呢 今天是我的22歲生日 時間過得好快 我想回到18歲的時光 四年前而已嘛 就是大一剛進來的時候 你大學四年怎麼了呢 我也想要回到大學四年 我想要回到大一啊 我要回去喔 我要回去喔 還好 可是你們每次都說你們想要回到那個時候 你說那個時候做了些什麼可以改變你的人生的意思是不是 所以你是以現在這個 精氣神回到那個時候嗎 是現在的你到那個時候 對對對對對 可是如果現在你到那時候 你看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對的話 那不是也很無聊嗎 怎麼會呢 就會變成 怎麼會 好像會變得有點無感 就是無法融入大家 就是你就知道該選什麼 就是你也不知道 就是應該 自己打點自己 然後就沒有辦法跟年輕的18歲的孩子們打成一片 因為你會 你就不夠菜啊 對對對 好像會有一種那種 比較鶴立雞群說 這東西 哥都經歷過 對啊 我都知道 不是很好嗎 你們在聊天的東西 有夠沒營養的 會不會回到過去之後發現北車是你發明的 蛤 這是一種 噢 你那時候聲音很嫩耶 穿越劇嗎 真的啊 對 我今天要送你電影票雖然沒有預告 但他好像也是一部穿越劇 真的假的 我看到穿越的時候有點嚇了一跳 想說 蛤 這是一部穿越劇 而且光是他演生前男主角 我就已經很受不了了 他是誰 柯林法洛 柯林法洛就是應該演一些課藥啊 然後有點一蹶不振啊 柯林法洛是怎麼好笑的 你說兩個人一起講話就會好笑是不是 幹嘛大師批評柯林法洛啊 因為他們聽不懂中文 我們不會出事 沒辦法批評聽得懂中文的人 對啊 對啊 好今天呢我們要送你冬季奇蹟 喔不不不不是啊 不是啊 我們現在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但其實真的啊 這十年過了以後 電台的call in 部隊其實也都變少了 不見了 對啊 他們現在不打call in 部隊了啦 應該都是去 要臉書什麼交換證票 對對對對對對對 去臉書留言抽獎 就是簽名為什麼要設計 因為 因為設計那可能就是你獨一無二的啊 不然每個人都寫那個樣子然後都說你看 就以前那個年代簽名可能很值錢 就會說你看我有他的簽名 可是你弄得很難 就不是人人都可以模仿 就是你專門所獨有的 嗯 喔 瑪莉到現在還是沒有設計簽名 一直到現在 沒錯沒錯不需要吧 最近就是看到 這一集的 聽眾上傳上去以後 他幫我們取的名字叫做七年級聯盟出現 所以就是說這一集會有很多七年級的call in嗎 可能是我們一直叫人家七年級單位進來 結果發達之路並不是漫畫 它不是漫畫翻拍喔 它是 對啊因為我找不到漫畫 它就是一部 每週三播放的電視劇富士電視台 香港一座我要發達 日文原名叫做 沒有錢啊 沒有錢 對對對 沒有錢 好 然後主角是 知田玉二 叫做敵援劍太郎 那你演的那個人是 我演的那個人叫賓士浩介 但石橋林是誰啊 石橋林 真的有賓士浩介 等一下 GOOGLE加圖片 現在還在嗎 有東幹酒欸這部片 我們次深夜節目是不是 對對對對對 怎樣 半夜12點多我們在聊天 對啊我們每天都在聊天啊 每天聊欸 每天聊好聊滿聊兩個小時欸 沒有中文的他啦 有有日文的他 好啦這個小時呢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回到這樣的 時空蟲動當中 回到過去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0223639955 23639955 跟我們分享你的青春故事 跟青春歌曲啦 那打電話進來呢 點歌之外 你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這首歌 存在你什麼樣的故事呢 我的很像是有什麼好的 快點兒 來讓我再看一念 劉輝雅之外 一個更生猶物的 很簡單的 劉輝雅之外 结果她说她不喜欢 她想听那种很好哭的 我说嘻哈她说不乐 我操天妈哦都是她 这叫我如何 是好我怒了 想听那种很好哭的 讲些关于爱情loser 这真人会我觉得累 结果我哭了 想当个抒情歌 要多少努力呢 谢谢她为爱的抒情歌 抒手最后还是抒情歌 想当个抒情歌 不是任人都可以的 她最爱的那种抒情歌 怎么最后居然抒情歌 不然这样我加点了 她说我疯了 对我是疯了 她是不会懂的 又遇到上方便跑 或学书经MV边哭边跑 欧梦该醒了 是时候听了 只怪我为何不是走心的 她想听那种很好哭的 你想要听很好哭的还是很跳的还是很开心的呢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 嗨嗨你好啊 马克 有 请请你好 你好 你是 Keko Keko你好 你好 我想点歌 你请说 日本 GLOB Globe 那个 那个 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我讲不对你们 请别建议 好 就是 Feel Like Dance 哈 Feel Like Dance Feel Like Dance 对 这有什么青春故事呢 它是我 国中高中到现在的那个喜欢的那个团体 可是他们已经解散了 他们不再出专辑了 因为小四跟Keko已经离婚了 所以你是因为这样叫Keko的吗 对我去改名字 所以你喜欢小试者在 不是 我喜欢Keko 你喜欢Keko 对不起对不起 结果我改了 因为我叫龟子 可是我去日本他们的婚礼的时候 它是叫桂子 它是桂花的桂 它有木字棠 然后我想说算了这个龟应该台湾也很少人有 嗯 所以我就不再去改了 我就一直用这个龟了 哦 然后就去日本参加他们的婚礼记者会 哇 他们是有开放大家去的哦 不是 是刚好那天 因为他们的结婚日是我的生日 又也是你的生日 1122 然后我就在那边等 刚好有一个记者 他他来问我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很喜欢他们的 好 我是从台湾来的 然后今天又是我的生日 好 然后他就说 啊好感动 他就把他的记者证贴在我身上 哦 你去吧 给你去吧 这个太神奇了吧 哇 真的很神奇 而且我还有上报纸 你还有上报纸 可是没有说原因啦 只是刚好照片 他们的婚礼的照片 就是他们的记者会的照片有拍到 哇 好测哦 很幸运 真的很幸运 而且那个记者很好 那个记者还送我他们结婚纪念的礼物 哇 就是沐浴组 嗯 很漂亮 然后很喜欢 可是我一直都不敢用 结果去年我就回去整理家里 嗯 那个已经过期了 整个都不行了 嗯 对我就把它丢了 哦 OK 因为它是议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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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再麻烦你们 谢谢Caco 谢谢你们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哟 拜拜 你们赶快好哦 谢谢 姐姐 谢谢 我招きてよ もう何処にも行けない いいね キャン いつの頃か 諦めかけた夢 回り回るチャンスが 味気ないほど 飛びきてくるよ I love you こって起きろ 何度もつかせない だけど明日を見て 生きてゆくためにはもう一度 あららには届けない CALLING RUNCHING IN THE MORNING NATHING SINCE IN THE EVENING CAPE EVENING WHAT WE SAY HUNDRED PERCENT LOVE DON'T STOP ケントに流れたような美味しい話 もう今じゃそんなに騒いでいられない 冷めた夜の主着席で 一人命じて思うこと 夜明けが昨日と連れて 悲しみを運んでしまうよ もう今さら逃げれない ビレイキャン いつの頃か 忘れそうな過去の行き めくるんでくここには 情けないほどこの子を味わえないよ 人は何故時代を彩るようなこと それだけじゃきっと 満たしきれず愛を輝く 今宵ダンスと共に Stay in, day out, flow like dance, anytime anyway, we're like dance Stay in, day out, flow like dance, anytime anyway, we're like dance 泣ける夜の公園で 一人命じて思うこと 夜明けがきっと訪れて 悲しみを運んでしまった もう今さら逃げない ビレイキャン Everybody dance, try to find Where's the entrance, dance, dance, dance Spill like dance, have a good time and take your chance Everybody dance, break it out, all this silence, me and you How no difference, feel like dancing this romance I love you Love it all, come away, all the taboo coming new Just to risk you, cause love is gonna continue I love you, love it all, but you feel it too Just wanna make it round the room No I chill cause love is true 23分02-363-9955 青春之歌的時間,嗨嗨你好 你好,我是欣北老三穹 老三穹你的青春之歌是 送念雨的不好過 你這個年不好過嗎 也沒有,我現在還在工作 我現在心水小偷 這個過年很忙 現在應該是你最忙的時候吧 真的耶,我真的是要發瘋了 賺錢賺起來 是啊,也只能這樣安慰自己 那我這首歌帶了三個故事 然後回應上個禮拜四的馬克信箱其中一封信 那我現在說第一個故事是 我那個時候在租屋處樓下修腳踏車 然後那邊鄰居一個在馬路上健身的大叔 他們有養兩隻狗 那他常常就是放狗出來自由的時候 那狗都會這樣狂衝這樣 這樣子衝過來 那我剛好在修車 他就衝向我就一直對我廢叫 那種會叫的狗而不會咬人 所以我就站起來就這樣把他逼退 退回去之後 好死不死被他主人看到 他主人就很兇在那邊說 年輕人,你剛剛想對我的狗做什麼 我說我沒有啊,我只是想逼退他而已 他衝過來 沒有,我就叫好了 我是覺得這樣莫名其妙被挨了一頓嗎 好,第二個故事呢 無聊的故事 第二個是 好 第二個 就是我在那個河邊籃球場打球的時候 我就看到有一個人 拿著一個寵物籠 在草地上面 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隔了好久 我才看到有東西在動 原來他放著兔子在那邊跑跳 他在溜兔子 接著我們打球打一打 突然間就出現一個阿伯在那邊叫我罵 你說 你在那邊幹嘛 你為什麼要把兔子在那邊溜 你看,我現在的狗把你的兔子咬死了 我怎麼陪你 什麼 你說不怕 你為什麼要對面溜兔子 這邊哪有人在溜兔子 哪有人這樣溜的 你莫名其妙 然後我們就傻眼了 為什麼你的狗 遛狗 然後不計鏈子 把人家的兔子咬死了 還一直破口大罵罵別人 然後那個主人就很傷心 這樣摸著他的褲子 安撫他 而且也沒有請警察來 這件事情就在阿伯叫罵對方的這種 鬥罵聲中結束了 他就默默的離開這樣子 過年想這個事情好像不太好 那第三個故事就是最近發生的 我之前不是說我有養十隻狗的客人 那他最近遛狗的時候 他要把狗帶隊回家 其中一隻就是要給他套繩 不給他套繩 就在那邊亂跑 阿大就想說等一下就會回來 結果隔好一會 那隻狗就滿身傷痕 就是很亮嗆的這樣回來 那他就是被車撞了 他花進最後的力氣石在他們面前 哇 那隻彩彩 就是因為之前幫他們顧狗的時候 我要幫他們餵藥 那他叫他的時候就會那個飛雞耳 然後迷你眼 叼著玩具來 為什麼我會哽咧 莫名其妙不是我的狗阿 對就是他叫他的時候 他都會做出這種很可愛的行徑 然後來襯襯你 就沒想到他居然是這樣子 天啊 對啊 我知道了 你要呼應就是上個禮拜馬克信箱 馬爾濟斯 大家 養狗的人請你牽繩 不管你覺得你家的狗再有靈性 再會聽人話 他們再適合再熟悉人類世界 都請你牽繩 對 遛狗祭狗戀 順手親狗戀 謝謝大家 謝謝老殘窮 大家祝你快樂 祝你快樂唷 拜拜 太難過的故事了 一個惡人先告狀的故事 這個故事裡面死了狗也死了兔子 太慘了吧 他講了好多好哀傷的故事 對啊 而且聽到那個就是自己不屆狗戀 然後狗把人家的寵物咬死那個阿伯 我就是很希望 我本來希望 我希望他的狗 不對幹嘛要詛咒他的狗呢 我希望他被車轉死 他狗是無辜的 他的狗真的是無辜的 說到了狗跟貓呢 我們青春點點的追思紀念會 接下來就會可能跟很多的狗 很多的一點點的貓 跟一些些的兔子一起度過吧 我們會在3月24號的大家河濱公園 有一個春浪的毛毛總動員 我們會在3月24號的傍晚 也就是當天的最後一個節目 然後會在那裡跟大家相會 算是一個也是借用大家 借用他們的原油會嘉年華會音樂會 然後在裡面辦自己的專場 所以這個消息出來之後呢 我當然也有看到有些聽眾說 什麼不是專場 我就覺得原來大家對於專場這兩個字 是特別有感覺跟重要的 我們之間獨一無二的耶 可是你不覺得有人幫我們架好一個場地 然後大家一起衝進去那個場子 不是更爽嗎 我自己是這樣講 我沒想那麼多 我就是一個要進場的觀眾 對啊你們就只是要進場的觀眾 講那麼多話幹嘛 我不想要閒雜人等啊 你就不想要有其他人 我想要旁邊都是我們都是同一個族群的 哦 哦 你們說那條狗聽馬克信箱嗎 哦 那大家就一起把那天的票全部都買光 你說買斷 對就買斷啊 全部都是典友啊 因為那邊大家河濱公園 他也有一個人數限制 那個人數限制 可能也沒有比TICC多多少吧 所以反正確定當天在我們面前的 應該都會是典友 是一樣的氛圍 只是換個場地的 沒錯沒錯沒錯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連結的話呢 可以去青春點點點的Facebook 我現在要新增到現實動態 或是等一下去看瑪莉的動態 然後建議大家不要直接去 毛毛總動員的連結 因為如果你買了那個連結的話 就沒有辦法確定 你是由我們這邊而過去的 他們是需要追蹤每一筆 就是你是不是點青春點點連結過來的呢 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的 對我啦 對我有很大的差別 對你們來說沒差沒差 不小心尋到你 這也不是我願意 說一句對不起 我有心或無心 反正也沒人在意 要反省又何必 你 你知道你的藉口讓我全身震抖 所以我也想親手給你做些什麼 今天你要知道我們會身判對錯 兩身震抖還是把頭都是我的自由 從我眼裡看見的世界依舊如此的美麗 不過我覺得有一些可惜 長大的是來不及 你 媽咪我不再調皮 現在我也要失敗 媽咪走路自己 我在真正等你啊 你的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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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停下的歌曲 來自小羽宋念雨的 不好過0223639955 2點32分的 《飛碟有一點青春之歌的時間》 我是歐瑪克 我是瑪莉 嗨嗨妳好 瑪莉瑪克跟瑪莉妳們好啊 我終於打進來了 嗨嗨妳是 Mavis Mavis妳好 對 我想要點一首張正義的小語 喔 這有什麼青春故事呢 呃 這是我上一段感情 那個男生對我唱的歌 但是因為上一段感情 我來自人生最低潮最低潮的時候 然後去了諮商 但是我覺得 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半 然後我現在 也慢慢走在 就是回歸正常的人 正常的生活 然後不 不再被男生仇男了 被男生仇男 仇至男性 仇至男性 對 因為覺得每個男生都是渣男 這件事 喔 所以沒有辦法再相信一個男生 所以上一段的 這一個算是很可憐 那一個 因為你上上一段被想過 我的愛就像 呃是 上 被 被上一段想過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喔 所以是渣男對你唱了小語 對 是渣男對我唱了小語 那你現在還是要點這首歌 對 但是我 對於這首歌 沒有 因為這首歌是他 就是覺得 我想要還是 想要勇敢的點這首歌 然後不會再因為這首歌流眼淚了 喔 應該不是換電話就大哭特哭吧 喔 哇 你的心 你的心智很頑強欸 藏 藏的 藏的很裡面欸 嗯 不過這是諮商室的工作 這不干我的事啦 那 呵呵呵 好 送給你這首歌囉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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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心忽忽住聽 在你的心忽忽住聽 尋尋覓明一個美麗的港灣 希望不再流浪飘荡 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 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 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 至少想念的人是你 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 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 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 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 真的没关系 我会安静的离去 02-363-9955 2点36分 2363-9955的青春之歌 海海你好啊 瑪莉好 我是东哥 东哥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点 又欢派对跟小虎队的新年快乐 是因为应景了吗 应景一方面也是 十几年前 我跨年的时候 几乎都不会出去 那时候都会听一个网路电台 在家庭上面的 然后他是专门讲动漫歌 他在跨年那天 几乎都会开台 然后就是会放动漫歌 然后聊一些动漫的东西 可是当一过12点的时候 就过一个新的年 然后就会放这首 然后当时就觉得 因为没有听过这首歌 然后就觉得很跳动这么 上一段还是爱动漫歌 然后下一段就变成这种 很复古的感觉 对啊 刚好也要新年的就是 比较应景来点这首歌给大家 那个电台叫什么啊 是 TT对C叫一个叫光临的人开的 那教育品现在已经不在了 哦 所以现在找不着 你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他有 几年前还有在Twitch上面 有在开过一次 那现在好像就是有 YouTube频道 就是 做一些游戏相关的 哦 所以他还是 还是有在开台 还是有在做创作 对对对 但是就没在开台 就是以前就是 那种素人的东西比较少 哦 所以就觉得蛮特别 好的好的 感谢东哥 好 新年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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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是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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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欢看你 坦白的眼眸 一片蔚蓝青空 四季海洋下河头 谁说只能做朋友 多希望和你 同一个星座 唱着同样的歌 当我真心爱上你 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 向你说真心也快乐 我也好想听你诉说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想 路上情人怎么看我 让我牵着你的手 爱情都会有点紧张 都会有点磕磕 不要紧张 不离磕磕 时光还手电话 还有一点满满的讲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 优优独播剧场 争い合って壊れかかった 普通の振りをした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2点44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接手的节目 飞碟有一点 我是欧玛克 我是玛丽 我刚已经先闪掉青春点点了 但你闪不掉 哥哥妹妹有意思 0223639955 0223639955 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嗨嗨你好啊 喂 馬康玛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是E8 E8 你的青春之歌是 是Toro的暴风雨 哦 这有什么青春之歌的故事呢 小时候我哥都会用他的零用钱买一些他喜欢的专辑或是颜色带 然后这首歌是那个电视剧学天使的主题曲 他当时就买这张 我小时候就会仗着我自己年纪比他小很多 然后很欢 就是会跟他借专辑来听 然后印象的声是他这张就是死都不借我 然后他不借的方式又是那种 咧咧咧我就不借你这样 然后我就那时候他很生气 然后我那时候刚学会怎么翻锁喇叭锁 我就趁他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把他房间翻锁 把他回去 然后结果下场是他很开心他不用写作业 然后我爸妈拿那个铁锹在那边撬门 然后我最后被打得很惨 哈哈哈 哇你从哪里学到翻锁喇叭锁这个技能啊 我就记得小时候幼稚园 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 哇真的很厉害耶 嗯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好的 待会为你送上哦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演员的喜剧246 2点46分 我是周马克 我是玛丽 为你送上TOLO暴风雨 说尽动人的话语像银河里的星星 雪地里拼凑的脚印怎么找不到你 看着窗外的乌云天空快失去力气 保不住的雨滴 悄悄落了一地 不想去猜测明天我会在哪里 只能用力去记忆每个美好过去 爱就像暴风来袭 说来就来说去就去 忘不了的伤痛让它沉默在冰天雪地 爱就像暴风来袭 改变不了无法继续 望着你天使般的眼睛 说我爱你 说我爱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不懂为什么给了我轻騰大雨 再想有一天我会拥有新的生命 爱就像暴风来袭 说来就来说去就去 忘不了的伤痛让它沉默在冰天雪地 爱就像暴风来袭 改变不了无法继续 望着你天使般的眼睛 说我爱你 你的泪水灰 spé 你的泪水灌溉我残缺不全的爱情 遇过那一天彩虹会再出现不再伤心 爱就像暴风来袭 说来就来说去就去 忘不了的伤痛 让它沉默在冰天雪地 爱就像暴风来袭 改变不了无法继续 我爱你 说我爱你 今天最后要为你送上两位理性歌手 首先是李又廷 李星杰 继续啊 李千娜 李茂山 李李仁 李宗睿 他不是歌手 他不是歌手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是上个礼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李芝琴 芝琴姐 写了起的一颗啤酒 风 一直吹 吹得我心里好疲惫 心 有点累 没有你天里的安慰 风 一直吹 吹干我眼中的泪水 心 有点累 我只想静静地跟随 接 总是要等到明天的时候 没有太多时间的时候 你的花到底藏着什么 画出了世界和整个宇宙 总是要等到没有的时候 没有太多星星的时候 所有的寂寞写在夜空 就像是波动了一颗地球 风一直吹 吹得我心里好疲惫 心有点累 没有你甜蜜的安慰 风一直吹 吹干我眼中的泪水 心里有点累 我只想紧紧地跟随 每一颗心碎眼泪翩翩落叶 漂亮天空美丽的彩虹 每一个心跳微笑在我心中 看着月亮挂在蓝色的天空 风继续吹 吹走了伤心的眼泪 心不再累 每一颗天空 每一颗天空 每一颗天空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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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不继续吹 陪着我用心去体会 心不再累 我只想紧紧地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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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有看到 知情姐她开唱的新闻消息 然后也有发一些美照 那天唱歌她穿了一袭 红色的礼服 非常漂亮 李知情的风一直吹 两点五十四分 我们都是在这个时代的 风下面的小枪头草 就跟着风吹哪里 我们就往哪里倒 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 午后跟夜晚 然后如果你想要参加 324的青春点点的 追思纪念会的话 你可以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上面 可以看到 这个叫什么 园游会入场圈 就是可以看到 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在于 我总觉得啊 大家花了那个一点点钱 买专场 跟你花一点点钱 同样的钱 可是你可以玩整天 你说你不只是有我们的专场 你还有其他附属的 我怎么想都觉得是这个比较好 我竟然就是被大家那个留言 我真的是有点吓到 我会觉得 不是专场哭哭脸 我真的是有点吓到 我觉得大家是很喜欢 跟我们那种很紧密的感觉 就会觉得 那那那那那 原来是这样 你们会不会为了配合这个节 那个内容就会不有趣了呢 是不是就不会跟我们互动呢 是不是去那边 讲三封信就拍拍屁股走人 你们考虑的 你们所担心的 都会成真 拜拜了 拜拜 你成了我好多个谁 你是最好的男生 我所有情人的总和 你成了我好多个谁 我比你爱我更爱你 你是无限的太阳 你无限的海浪 你是永远的家人 被我犹豫再痊愈 像一棵树呼吸沾冷的空气 听着你 回家的足音 听着你 回家的足音 满温的步履 时间轻而滑满 拥抱住藏着温暖 爱人啊 你是每天世界中 要生日快乐 你每天都会有 你到的家里